那么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语音输入 那这个部分呢 我有放在我们的延期资料里面 在最下面这边 进来之后这是我最近写的文章 我发现阅读的蛮多的 那目前我有试过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Google文件 本身就有提供这样的功能 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没有Google账号的更方便 因为直接进去就可以用 像我最近上课小朋友的 我就教他们用下面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Google账号 就没有办法用Google账 那假设你要用Google的 也可以来 我们先看看 您来这边新增 有没有个Google文件 点进来 就在这边建立一个 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从上面有个工具 有没有语音输入 就是在这个地方 按一下 那第一次的时候呢 他会要求你那个麦克风的存取权件 但是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因为 目前的语音输入都不支援斗远符号 所以你不能跟他讲 斗号 所以请你先找到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现在Google也好 在这边是不是都有一个柱 有没有 你切换到 就是手写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常见的标点符号了 你了解 不然的话你要翻一翻再停下来 斗号 句号 你会公平气 来 现在 我们就开始 语音输入 那你觉得 这样打字的速度 会很慢吗 应该不会吧 你有注意到 我都讲一下就停一下 讲完记得 就要按一下那个麦克风 罐他会继续打下去 因为有时候有错别字嘛 哎 了解 嘿嘿嘿 这样会不会很慢 应该很容易就达到 一分钟有20到30个字 没错吧 那 甚至连 你看这打错了 这时候就赶快停一下 修正一下 甚至 好 你看 有没有 卡通的名字他也OK 皮卡丘 怪兽手表 妖怪手表 听不到实力 好 妖怪手表 宝可梦 这样知道了 但是你要靠近一点 有靠近一点真的不一样 这样会的吗 所以其实这个 事实上如果语音输入能够真的准确度越来越高的话 真的打字就不用了 以往我们要学书法不得已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多会的转换 就好像我们要学习什么写字一样 就是你如果能够直接表达是不是就更快一点 那这是一个 那么你另外看另外这个也是有这个 我刚刚讲的它更单纯 在这边 它更单纯是什么 只要进去就可以了 不用登录 不用登录Google账号 那你一进来之后呢 请你来这边 先把语系先选好 像我儿童班我们就有那个 法文的 从法国回来的啊 从那个加拿大回来的 那他们就会 不通 软体不通 然后这个 然后呢 你看右手边 有没有它有 这个常见的符号 不过这边的符号标点符号是半型 它不是全型 刚刚Google那边是全型 所以就看你了 你也可以就是做好之后再到 OCHIS里面去把半型转圈进去也可以 都一样的 好一样 有一个样的麦克风 有没有 这个也是一个 线上的语音输入服务 讲逗号 真的没有用 记得如果有弄错了 自己改一下 你可以在这边自己按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编辑器 事实上我 最近 因为我要帮观众录那个 影音的教材 影音的教材 我颠倒过来也可以 平常我上课不是这样录吗 我就是录好了 然后呢 把 我把影片播放了之后 麦克风对准 喇叭 让它把我讲课的内容 直接转换成文字 嘿嘿嘿 颠倒过来用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张华先生在介绍这个的时候 有一个同仁以前就认识的同仁 他说老师 那这样那个以后那个会议记录可不可以这样用 我说我很好 你有很好的想法 但是会议记录通常那个 讲的距离比较远 可能清晰度比较不够 可是因为我是录影 我自己录影 麦克风是不是拿很近 对而且我又把 我的麦克风 就录完之后 我播的时候把麦克风直接对准喇叭 本来我们这样会回收嘛 对不对 但是你就不要让那个麦克风播出声音来 原则上这种的 一般的还好 就是这样对着 那那个准确度至少有八九成 我就少省去了一些就是打字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啦 就是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这样可以吗 所以回去记得找一个 夜深人静 没有人的地方 好不好 吹一个不然就在 因为你要安静一点 你在讲的时候才不会感到到你 所以以后如果走在路上 每个人在讲话不要打扰他 他可能不见得在讲电话 哈哈哈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你如果用行动装置可不可以 平板或手机可以 或者真的是 或是可以用 因为平板和手机都有麦克风嘛 对啊 就可以直接用 你就不用这样桌上起来 要装一个麦克风 事实上是可以用的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吧